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你敢信 当我们使用传送花时 那看似个安全无比的目的地 实际上正有四个大汉为真理 这可能是王者峡谷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 为什么说这是个骗局呢 来 我们看一段画面 这是使用传送花时落点处的视野 好 我们打断这次传送 再使用传送阵看一次 好家伙 原本风平浪静的河岛 凭空冒出了四个大汉 所以传送花虽然是表面上移动了镜头 看起来给你提供的视野 实际上就算敌方站在落点的法阵中心 你在落地前也根本看不到任何人 这样是落下去不得被抓爆 另外传送花还有另一个机制 就是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使用 敌方都会立刻获取你的起点和落点的视野 相当于白送对面一个透视 再加上传送时没有落点视野 就好像在跟对面说 哎 我要送花 快来抓我呀 所以当我们看到对面在使用传送花时 可以放心大懒的走过去 在落点处等他 他是完全看不到你的 不过这个传送花也并不是毫无用处 当你在对抗路时 是不是经常碰到对面三四个人来包你 队友又在另一边的情况 这时就算自己待在塔下也很难守住塔 如果在二塔等待队友支援 又白白浪费的时间 什么都做不了 咱们就可以找个安全的位置 利用这个传送花传送下去 呼叫队友来越另一边的塔 与对面换节奏 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在线上度牢的情况 而且这个技巧打野也一样受用 比如说碰到敌方进入自己的野区 队友又无暇顾及自己时 咱们就可以借助传送花 迅速集合另一边的队友 与敌方互换野区 这些可都是传送阵难以实现的 因为传送阵起手是固定的 很容易被敌方打断 说到这顺便再告诉大家一个 关于对抗路支援的小技巧 其实对抗路也是可以放线的 当我们在玩关于啊 吕布啊 白起啊 这类大团控英雄时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打野的刷野路线 若是打野刚好朝自己的方向刷 就可以让打野帮忙补一波线 自己则是提前来另一条边路 配合队友月塔 相比起中路放线 对抗路更容易出其不意 因为谁也想不到 本来在世界另一头的你 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脸上 不过要注意的是 在放线支援时 可一定不要用传送证或传送花 不然我也说不好 到底最后啊 谁是羊谁是狼 传送花虽然存在弊端 但作用绝对不止于此 咱们只是发表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相信你们一定能开发出 更加完美的打法 一个爱丽命味哈啾啾的 七的现有留言道 发发哥哥 其实我是可乐 一看见你就开心的冒泡 我看你这条留言 想都不想就知道 你肯定是个男的好兄弟 咱们就说爱撑可以冷门 但但但不能邪门 咱们不见不散